說馬來帶你關心 今天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是釋出了一份由平面媒體所做的專訪 裡頭他是首度松口說 其實自己不一定要當政的 也就是說柯侯佩他也是可以接受 但是他也採穩他的立場 因為前提還是得使用民主出選 以及全民調各佔50%的方式來進行 但是侯友宜松口他可能可以當副手 對此郭台銘的辦公室有最新的回應 馬上帶你來聽 是侯金體制提出了這些民主出選也好 或是這種決鬥定生死也好 而且還像恐怖情人似的勒索柯主席說 你明天晚上就要回覆 我這個民主出選選票上已經寫好了 侯柯佩或柯侯佩 至於怎麼決定呢 就是50%的出選50%的民調 而且你明天晚上就要回覆 我覺得這非常有恐怖情人的味道 就好像今天突然有個人來跟你說 我們一定要結婚 到底是孩子要跟我的姓 還是要跟你的姓 你明天晚上就要回覆 我就覺得哇這人好恐怖喔 而且他還語帶威脅的說 你怎麼可以跟別的男人眉來眼去 你怎麼可以跳過我去找朱主席 好可以聽到郭台銘辦公室這邊是批評說 侯伴根本就像是恐怖情人喔 因為侯友宜他其實釋出這個訊息 他還要求說 柯文哲陣營必須要在明天就給回覆 原因是因為柯文哲他26號就預計要 這個舉行政策記者會 可能會談到說聯合政府相關的事情 那柯文哲也預計下午2點 要來出面說明對於侯友宜這個最新的回應 以上就我們在縣陽掌握到的最新狀況